家人们谁懂啊 就这样捡了四个大美女 和我一起爬五宫山 不知不觉 我已经来到深圳十四个月了 这十四个月 我并没有出去旅游 于是我今天决定 去一趟江西爬五宫山 顺便带大家看一下 江西五宫山该怎么走 该怎么玩 跟我的实际体验是怎样的 走 收拾东西 Let's go 出门必备 洗面奶 面膜爽肤水乳液 收拾好行李 整理好房间 准备出发 深圳出发五个半小时 前面大部分时间 都在穿隧道有些无聊 快到的时候 外面的风景很美 还看到超美的日落 五个半小时的时间终于到了 出站后 就有前往五宫山的大巴车 每人二十八元 千万不要坐黑车 开架一百八十一个人 正规出租车就在左手边 起步驾六远 每公里只需一点八元 先去市区睡一晚第二天 再去爬山 酒店价格一百三十四元 住宿环境是这样的 住在步行街 还可以看看美女 吃吃美食 第二天出发五宫山景区 这次选了一个顺风车 到景区一个小时 只需三十元 超级划算 就我一个人 想问你一下 你们这除了五宫山以外 你们本地人觉得哪里 还有更好玩的地方 什么啥好玩的 可能本地人都觉得 自己家乡没啥好玩的了 到达山脚下 先吃一个血压 补补能量 准备去买票爬山 吃饭的地方 就可以寄存行李 依次只要五块钱 现在去售票中心 去买票 这跟刚刚是 刚刚那个第一次司机 会不会将送我的 到达买票窗口 你好 你好 那个我做索道的话 如果没带什么弄 你走吧 那边那边桌子 那里有个二维码 这里有二维码 然后第一张里面 那里有二维码就可以了 然后就不带窗口 在那里买是吗 一维码 就少那个二维码 一维码 那个价格是跟对边一样 一维码是一维码的 总价是多少钱 第一张索道上 四个五 三两张就是一本 一本 那我就明白 如果全段做 从买票窗口 去坐大巴的这里 可以先选择涂防晒 提前上把厕所 现在前往大巴上车点 前往景区的大巴很多 往返都是免费的 大约十分钟 就到了武功山的大门 大家都在摆各种pause 各种美女帅哥 都在这里排队 排走 你们是刚下来吗 没有 也准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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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夕领先吗 对 夕夕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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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这个火遍全国 先过去 大家都有人拍照 而我只能自拍 现在准备接到往前走 他们沿着这条路 跟着人群走 就OK了 你们是徒步上去了吗 怎么样感觉 累 累 腿软不软 看来我买了一个缆车还是比较理智的 我不想 应该不用了 但是 不是很多地方大家下来的都会丢的到处都是吗 嗯 你们也是刚上去吗 对 知道 你们从哪里来 湖南 你从福建 还有湖南 我从深圳过来的 深圳过来的 深圳过来的 对 我再录一下无浪梗 可以吗 哈哈哈 到时候我会发的 发的 那到底是还会刷到你吗 对对对对 然后微博也可以 哈哈哈 可以啊 我们可以一路走啊 家人们谁懂的 就这样见了四个大美女和我一起爬山 你们是选择做懒餐还是全城堵我 我也是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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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 呼吁大家只要不是户外运动者 还是建议大家做第一段来车 你们发现现在就是大家出来玩 只要能够玩在一起 刚认识也能玩得很嗨 接下来我们是否能挑战成功 我们下集揭晓